見我一下馬祖的風景了吧 那我就講這段表演其實在我們一段舞台劇道中有出現過的 相約十五名 沒錯 我也就是相約十五名的演員 所以你看我今天的服裝 是 那我想這幾年馬祖這個舞台劇 馬祖在地出發 先演了好幾次對不對 沒錯 我們也有馬祖心情故事的連續 可是呢 各位 馬祖的文化 馬祖的故事呢 是各位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是 那我們呢 馬祖的人情 我們馬祖的所有的滿滿的回憶呢 都會分享給大家 好 那我們謝謝周老馬祖 因為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對不對 因為剛剛聽到了旅遊 看見了文化 但是今天的重頭戲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在馬祖有個藝術季 2021 馬祖國際藝術季 今天算是一個正式的暖身開跑 讓大家知道 我們即將帶大家一起到馬祖 有一個不一樣的藝術季 好 我們在馬祖有個國際藝術季 其實希望能夠以國際觀光旅遊景點為出發 我們吸引的不只是台灣人 我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到達馬祖 再來 這也是馬祖台灣第一個跳島藝術節 所以在馬祖一邊感受島嶼的風情 一邊感受藝術 再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開始有講 我們希望它可以成為一個世界門戶 再次認識台灣的起點 我們從馬祖認識台灣 那這從讓世界認識台灣 好 再來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 明年我們先預告一下 明年趕快把行事曆都記下來了 明年的時間全部空出來 從明年的8月8號到11月上我們暫定 我們會在南竿 北竿 蒟光這幾個島嶼當作主要的演出場地 所以安排這段時間去玩的人很棒 一邊感受文化 一邊感受美景 一邊品嘗美食 一邊欣賞藝術 我們把所有事情結合在一起了 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再來想像一下 藝術季發生在這樣的地方 哇 感受藝術 整個身心靈都被陶冶下來了 我覺得感覺是很不一樣 這照片千萬不要覺得我們很認真拍 在馬祖隨便拍都是這樣的美景 再來我們也會跟馬祖在地藝術家做結合 不是只有台灣 不是只有世界 我們在地藝術家會做結合 我們呢 有一件非常特別的事 很多人想到馬祖會想到很多的據點 很多的雕王 以前這些據點跟雕王給人總有一種冷冰冰的戰爭 比較無情的感覺 現在我們要讓它轉化 你能想像據點變成這個樣子嗎 走進去 很難想像 然後兼具歷史 兼具人文 兼具設計 兼具時尚 但兼具藝術 甚至像這個樣子 走到海邊感受這些事情 你想像如果這是一間民宿 也是有可能的喔 早晨在碉堡當中醒來 感受不一樣 以前是阿兵哥在裡面醒來 現在是你 享受著藝術 享受著文化 甚至圖書館 我們可以把它改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作用 不一樣的形式 我們把它轉變 甚至是美術館 所以在明年你來到馬祖 這些據點不再是據點 而是一個又一個不一樣的文化中心 這是非常旺的事情 然後我們當然也有很大的聚落 北竿的厚號 北竿的琴壁 這些我們也會跟這些聚落 有一些深度的結合 我們讓藝術家在這個地方 處處都是藝術 處處都是文化 再來 講到藝術 我們總是要有些論壇嘛 這些論壇也歡迎大家 時時刻刻關注我們的 馬祖國際藝術節 我們上面相信會有更多的消息 分享給大家 我們也會做很多的住村計畫 工作坊 所以你想想看喔 從這個8月到11月 很忙啊 你隨時來 每一個時刻來 都是精彩的時刻 所以不要再問我 什麼時候來馬祖最精彩的 每一天來都精彩 再來 我們也會有很多的串聯 我們跟吃鳥 民俗文物館跟不同的地方做到串聯 地方的串聯 好 我們在南北竿有不同的句點 玩著玩著也把馬祖享受完 最後最終來句話 馬祖國際藝術節 我們要以善意出發 以文化接軌國際 才是一件事情 我們要讓台灣 要讓馬祖被世界看見 讓馬祖成為台灣被看見的一個 大師 Bowl 阿聖浩馬祖快樂 三明八八的為長話 那一 Region 我是當月何兒 十五百 路之近 小便 夏的言 夏天 宇辰 飛脫 笙 白 今晚來,你的人受罪所生來, 一句天涼客外, 今晚歐莫出南無, 秋季, 當年無過萬三, 因為天涼求一高, 今晚的狗鼻翁, 我又会贪贵借口 等你来来 你感恩妙娘娘 愿我讲语真无供 更可信任着浪业 我又供马回家 我又供马无供验脑 我供马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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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供马铁 你是不是想要 我供马铁 我供马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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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